美国枪击事件不断 学生警察无辜被杀 让人觉得教堂学校不在安全 而记者直播时遭枪杀事件 也使得美国各界要求严格枪支管制的呼声再次浮出台面 记者直播中被射杀事件让人惊魂未定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又传出枪击声 一名男子在一栋屋子内枪击两人和赶来的一名警察后 驾车逃逸撞击了超市还导致火患发生 接着嫌犯隐藏在超市里和警察对峙 直至警察发射催泪弹才将他逮捕 接连不断的枪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冲击着美国人的神经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长穆里尔·库巴宣布制止首都枪支和暴力的计划 除了更严格执法 警方也会扩大GPS追踪数据库 让人们远离那些易发生暴力事件的场所 在华盛顿这个66万人口的城市 今年已有98人死于枪击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近四成 警方缴获了近千支非法枪鞋 感谢观看